大家好,我是呼呼奇社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闲聊一款 这个叫做Litobi小蜜蜂 它是一个机梁的变形金刚周边之一 那么它的盒子还是挺漂亮啊 这里有个侧脸啊 这个不得不觉得说OK 但是这个玩具的话呢 我就这边跟各位闲聊了啊 我基本上我不会特别去录这个节目了啊 也简单聊一下 这个说明书啊,真的是很可恶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可恶的说明书 这说明书具体来讲有多可 我觉得它连告诉你第一个步骤在哪里 好像都有点懒得说 然后整个变形的话呢 完全看不懂 不过这就算了 因为我也没打算把它变好 因为它实在是太 它就是一个把人包到车子里面 这个其实先前在官图上面 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 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但是它这个车壳的材料来讲的话呢 感觉很薄 摆起来的感觉是蛮不怎么舒服的啊 再来就是呢 它里面有一些连接感的部分呢 会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公差 嗯,像它是这个 这里不是有个C型扣吗 啊,它要扣在后面这里的啊 但是基本上呢 我这一款几乎就扣不住啊 几乎都扣不住 然后这个手腕呢 这个非常容易的去掉啊 这一手特别容易掉 呃,再来就是它的体型 我觉得吧 就,呃,你说它是女艺体是没有错啦 但但是我觉得没有说到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比例很奇怪啊 呃,它个人没有办法跟 呃,风雷模型去搭上去啊 不是,如果说你这个角色是OP的话 那这没问题 问题是你是斑驳比啊 你的体格这么高 好像不太不太正确 再来是它的 黄色呢 也我我我说不上来 这个黄色 嗯,不是大黄蜂的那种鹅黄吧 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啊,问题是不大了啊 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 这个我我出拿到之后呢 由于它的这个C型扣啊 它根本就扣不稳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已经直接放弃 放弃把它一体变形 我认为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我来讲一定不可能吧 我一定是手残吧 我做不到吧 这里面有一片部件啊 它里面的连接的 它不是连接杆啊 是一个连接的一个软橡胶 嗯,anyway就是 它真的就硬 硬是把一个车壳拆掉 然后让人物背在身上了啊 那 哎呀,我我个人不是 不是很喜欢啊 这个把弯的体验真的是 还真的是蛮蛮糟的 后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边这个啊,它就有点 有点松啊 扣的不是很好 啊,总而言之吧 就这一集就这样吧 我没没没打算 没打算录 没打算录啊 就就就就这么样 要pass过去了啊 因为嗯,就这样吧